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A向量长度是等于1 B向量长度是等于3 A向量减B向量 这长度是等于根号7 求A向量与B向量的夹角 那首先呢 我们由这个式子 这A向量减B向量 长度是等于根号7 那么我们两边啊 取平方 A向量减B向量长度的平方 就是A向量长度平方 减掉 这是2去乘以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然后加上 这B向量长度的平方 这是等于根号7取平方 这是7 那么这时候呢 A向量长度是等于1 我们带进来 所以1的平方是1 那这里呢 减掉2倍的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然后加上B向量长度是等于3 带进来 3的平方是9 那这是等于7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2乘以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把它移向 那么7把它移向过来 我们得到我们得到这个2去乘以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这是等于1加9 这是等于1加9再减7 所以呢 这10减7啊 就是3 因此呢 这个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我们就算出来是等于2分之3 这时候我们要求的是A向量与B向量的夹角 那我们假设呢 这个夹角是θ 那么这时候啊 我们使用cosθ是等于A向量的长度 乘以B向量的长度 分之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这个公式 求出cosθ是等于多少 进而求出θ是等于多少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已知条件带进来 A向量长度是等于1 B向量长度是等于3 所以呢 这分母是1乘以3 所以呢 是3 那分子呢 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我们已经算出啊 这个是2分之3 所以呢 2分之3去除以3 这是等于2分之1 那么θ呢 是介于0度与180度之间 那么cosθ是等于2分之1 我们就知道 这个θ呢 是等于60度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